你们从拼多多上换过货吗 这对音箱从拼多多上买的花了2100 右侧的这一支有电流声进行了换货 那这个视频继续说一下后面的事情 算是开箱的第二季 现在这对音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基本上满意 符合甚至超过自己的预期 顺便还提升了一下我的认知 但是中间换货的体验很不好 可以用很差来形容 从拼多多上买东西 特别是换货 一定要斗智斗勇 有五个不愉快 先说第一个 我是上周五下午做的开箱 右侧这个音箱一直有电流声 和左侧这个换线换电源 换插座换音频线换位置换音源 左侧的这支箱的一直是好的 但是不管怎么换 右侧的这支一直有电流声 可以确定这支是有问题的 但是按照卖家的说法 这一对音箱都是新货 而且我看序列号都是连着的 是在一个大的包装箱里面放着一对 出现这个问题 我感觉也是个案 也许是我的运气不好 赶上了 那就欣然接受 第二个不愉快 拼多多的客服 开始给我的解决方案是走维修 这个我不能接受 我说让拼多多客服 让平台来解决 毕竟还不到七天 刚一打开 刚一开箱就出现了问题 后来客服问他们老板 说同意给我换一支 或者把两支都退回去 但是要我自己承担运费 因为我喜欢这个产品 所以我就把这支坏的单独给他们发了回去 他们周日休息 周一上班 再给我发个新的 我是在上礼拜六一早就给他们发了顺丰快递 第二个不愉快 周一他们收到了我的退货 经检查 他们竟然没有发现有电流声 还好 我之前录了两段故障的视频 又给他们发了过去 最后客服问领导 同意给我发一支新的 他们会在周二或者周三来一批新货 到处再给我发 这点我接受 第四个不愉快 星期二他们的新货到了 是这支 库房准备给我发货 但是库房人员发现 这个音箱的后面有两个地方有磨损 一个是这个脚漆掉了 还有一个是这个位置 有点磨损像磨的 说是影响了他们二次销售 我说我装回去的时候是好的 要不就让快递理赔吧 关于这个问题又磨叽了半天 最后我不得不又把拼多多客服 拼多多平台给搬出来 后来他又申请领导 同意给我换 第五个不愉快 库房的同事说 给我换的这支新的 音箱要拆封 要取一下里面那个塑料包装袋 这个袋子要放回那支坏的音箱里面 要退回去返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我让他们录了序列号 还有未拆封钱的样子 我就答应了 因为买卖东西最基本的就是信任 这个最基本的信任还是要有的 看序列号和我这支一对的这支很接近 但是序列号偏新一点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第二天也就是周三 我收到了这支新音箱 出乎意料的是 这个新音箱的包装 我感觉像全新的 完全没有后风的那个意思 胶带风的跟新的一模一样 如果他不跟我说是拆封过的 我根本看不出来 唯独不同的是 那支塑料袋有点偏硬 有点偏白 之前的这一对的塑料袋 是比较软比较透明的 声音也很小 我也不知道他们返修 为什么还需要这个袋子 也可能是为了要卖给下家吧 这个不清楚 音箱现在是用了两三天了 基本上满意 新换的这个也出现过杂音 是因为距离路由器太近了 我之前的这个路由器 之前开过箱 是放在这个机箱上面的 机箱距离音箱很近 后来我把这个音箱放在桌子上 就好了 没有声音了 现在我把路由器放在了下面 音箱还是放在这个位置 也是没问题的 好 下面总结一下 我从拼多多买这对音箱 说白了就是为了摊便宜 我要为自己摊的这几百块钱便宜 付出了先映的代价 比如花时间 劳神和客服斗智斗勇 损耗了很多精力 还有担心 如果是京东自营的产品 或者拼多多百亿补贴的产品 这种商品应该不会这么麻烦 可惜我买的这个商品 我选的这个货 这个品 既没有京东自营 也没有拼多多的百亿补贴了 我为什么要选择它呢 选择了就要接受 这是从我买家的角度来看 如果从卖家的角度来看 人家之所以卖的这么便宜 肯定会从各个环节缩减成本 这个包括售后成本 遇到不同级别的客户 不同难产级别的客户 他们有不同的对策 这种情况我感觉给用户 特别是新手小白用户体验很不好 其实双方可能都不想这样 都是钱给闹的 谁让他卖的这么便宜 谁让我想买这么便宜的东西 这对音箱标价是3100块钱 我看京东和天猫 都是第三方店铺在卖 活动价是2500左右 我买的这对是2100 产品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从京东或者天猫 买到这种第三方 非百亿补贴 非自营的产品 售后换货的服务 估计也差不多 关键是看平台 是否向着消费者 我感觉个人感觉拼多多的平台 比淘宝平台 对于消费者更好一些 回头我再说一个 我从拼多多上买的东西 都怎么样 好 以上内容就是我这段时间 选音箱 售后音箱的一个记录 给各位同学参考 关于这对音箱 实际试听体验 我还是挺满意的 也有一些小惊喜 这个以后再做视频分享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参考 谢谢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